在這裏書上的整體廚房 在這裏書上的設計 說明所謂整體廚房是有四個整理 第一個是整體考量 第二個是整體規劃 第三個是整體供應 第四個是整體服務 還有整體就是各個面向的考量 考量好了 我們跟消費者的需求 他的意願 我們跟他溝通清楚 這時候我們來跟他整理規劃 我想規劃出來的一定是最接近的 我覺得我們不只是在賣廚具 我們也在賣更完美 完整的一個販店規劃 優質生活的一個提案 我們同時也在賣消費者的一個 幸福的氛圍跟感覺 我們希望就是做到這個地步 所以我們希望透過前面講的四個整體 讓消費者進廚房或者出廚房 或是甚至坐在客廳裡面 看到那一套廚房 那心裡面的感覺都是很好的 那第一個的話 這個我們叫刀叉盤 所以你只要使用這些噴刃的輔助工具 大概在這個 它都有鍋槽 當它適合形狀去製放 這個可以放一些大大小小的餐盤 或是瓶罐 所以它有一個區格 這個是一個活動式的 所以你可以允許要去做一個適當的一個間距跟大小 大的一個功能五金 除非它會出放很多我們生活需要的一些 一些食材 或是一些飲料各方面的 平平官方的東西相當方便 比如說平常它假如不是有這個五金 整個可以這樣帶出來 那你可能在這一層裡面 你要拿後面的東西 你必須把前面的東西先搬了以後 然後拿到後面那一瓶 然後把前面的東西歸位 如果你使用完歸位 我想那過程又要重來一次 這樣在整個作業上 會覺得比較辛苦的不方便 可能一開始不乍看的話 會想不到這個作業機 因為它是一個橢圓形的 這是一個設計上的飄圖 第二它整個一個斑馬紋的一個 一個比較創新潮流的設計 這個表現說 在抽圓器這個箱圓設備呢 也可以跟家庭的那個 變成一個裝飾化 當然這個抽圓器算是一個半隱藏式的 這個大概只有一個 大概六公分的一個高度 那只突出一個前緣而已 那這個也就是說 我們從這個抽圓器這個配備 從商品設計開發開始 我們就把它偏向隱藏式的一個設計 在吊櫃跟這個檯面中間 房間地段的一些隱藏式收納的功能 比較短的一個靠近牆壁的櫃子 那你可以在這裡做一些收納 因為這些都是小東西 那你置放在吊櫃的話 你要取用的話可能會比較高 在這邊取用的話 速度是最快取用最方便 那我們這裡是一個隱藏式的垃圾 分類的垃圾桶 第一個美觀 第二個那個在整個氣味的隔離上 也比較有做一些隔離 那可以告訴家人 什麼顏色是放哪一類的分類垃圾 所以它只要手指頭一勾 這門就可以打開 這樣我們就不需要使用把手 那轉角這裡面其實是有一些空間的 有了這個蝴蝶轉盤 它可以很輕鬆地取出或是放回 這是另外一款 這是國產的一個 這個懸弧式的轉角連桿 一個功能五金 它很滑順的就可以自動回去 那像這個背後的一個壁式板 它背後這裡有一個照明 它燈光出來是反射出來的 間接光所以很融合 那另外一種燈呢 叫做它是一個LED燈的一個設計 它不是在這個板子後面 它是直接砍在這個吊櫃的底部 當你不使用廚房的話 你可以把天花板上的燈關掉 然後留這個燈 其實你這樣燈的話 你還是可以做入廚房 做一些比較簡單的事情 然後坐在客廳裡面看廚房的話 也覺得這個氛圍會相當優雅 這個3DVR是我們的新的系統 讓它整套廚具包含它的配備 材質顏色都更逼真 可以變換不同的地點位置跟遊走 看所有的空間距離寬窄 是不是高度 是不是都適合我們想要的 我們這個六方面都可以做得 難度消費者需求 消費者才會成大環球